荷兰猪生产风险 荷兰猪生产是有风险的 荷兰猪宝宝一出生 就长好了毛发和牙齿 在妈妈腹中时的生长完成度比较高 甚至于生下来后就可以行走 二到三天就可以吃一些比较嫩的草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生育 对猪妈妈来说有着较高的要求 所以荷兰猪在三个月之前或一岁之后受孕 生育都非常容易难产 年龄太大或太小都会增加难产的风险 三个月以下的猪猪属于早孕 自身还未发育完全 没有办法承受对宝宝的养育 而超过一岁的猪猪骨盆已经闭合 一旦遇到胎儿过大 母体太过肥胖或子宫无力这类问题 难产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让荷兰猪繁殖 但是如果荷兰猪怀孕了 我们也应该适当给猪妈妈加餐 补充营养 关注我们 每日更新小宠一集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